9月27号也是安倍的国葬 岸田文雄为了这个国葬仪式 自己的民调也是哗哗哗的往下掉 我去看了一下他最近的民调 好像只有29%了 很多人都说岸田文雄是想要借这一 进行一个调宴外交 但是G7当中没有一个最高的元首过来 调宴外交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失策了呢 我坦白说了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对欧美人的意义 远高于安倍 这还用说吗 历经美国14个总统 而且安倍国葬连在国内都有争议 这个欧洲欧美人当然会知道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说 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 最高元首都没来 那美国派贺锦丽戴维出席 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你可以看到亚洲各国来的成绩 也没有想象中高 英国坦白说 我觉得 比较像是对过去的怀念 而不是对现在英国的支持 英国也不要太乐 你知道吧 国运是不是已经到了 特拉斯 还有目前英国台面上的这些政治领袖 他们的生活远远不及伊丽莎白女王 不要讲现在这个查理是国王 比如说你去看毛泽东 毛泽东在1976死亡的时候 联合国有多少国家表达爱道 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了 不是啊 中国那个时候还远没有今天强大 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表达爱道之意 那个就是对历史的敬意了 英王 伊丽莎白女王 就是大家对那段英国历史的敬意了 那毛泽东当然代表了就是中国革命嘛 那他挣脱了他的命运嘛 那影响了全世界的革命的进程嘛 大家是对这个历史表达敬意了 安倍远远没有这个成就了 比如说安倍请问他的历史成就是什么 他虽然做了很久的首相了 可是请问他的成就是什么 你讲得出来吗 谁是值得敬重的领导人 我觉得比如说曼德拉 毛泽东或者是伊丽莎白女王 安倍所代表的是什么 我真的也说不上